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情况我们就叫做甲状腺低 甲状腺抗粉大家都听过 手振心跳 眼凸 怕热的病症 年轻女性很常见 甲状腺低又是什么呢 甲状腺低其实是正正相反 甲状腺的荷尔蒙不足够 我之前也讲过甲状腺高的影片 跟大家讲过 甲状腺荷尔蒙的主要作用 是帮我们身体的新层代謝 新层代謝的意思就是 将食物变成能量的一个过程 甲状腺高的话 即是身体的新层代謝 将食物变成能量的过程 加快了很多 变成了很多症状 身体产生多些热 你常常怕热 身体又心跳又会快 因为那些荷尔蒙令到身体 在一个亢奋状态 心跳不停快 肌肉有些手震 甲状腺低就倒转 即是新层代謝的过程 就会减慢了 即是身体将食物 转化成能量的过程 就慢了很多 慢了的话 一般来说 你不太够能量 一般甲状腺低 最常见的是老人家 有时候的病症 最初真的很不明显 因为它是慢慢发生的 很多时候就是觉得 譬如人很容易累 那当然了 那你不够能量 有时候人就慢慢 好像越来越脏 越来越重 这样的 因为你身体 产生的热 过程又慢了 就很容易怕冷 跟甲状腺 产生的抗份 就刚刚相反 有些时候 肌肉没有力 有些人就是 皮下组织 水分比较多了 组织比较厚了 就变成人 好像 样子都不同了 粗线条很多 你看这张照片 就是一个人正常的情况 而且有了 甲状腺低之后 样子就完全不同了 有些人会说 这些老人家的病 我很年轻 不关我事 年轻人有时候都会有 比如有些 年轻女儿 可能重复重复 很多次 那些甲状腺抗份 可能医生叫她 割了甲状腺 或者有些 就是做放射性点 就是放射性的点 就把甲状腺弄坏了 没有了甲状腺 但是就不用做手术 没有了甲状腺 没有甲状腺 荷尔蒙 当然 医生会给甲状腺 荷尔蒙 你吃的 但是有些时候 剂量不够的话 就会相对形成 甲状腺低 都可以有我刚才说的 病症 跟胆固醇 他丁药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 如果你有甲状腺低的话 血里面 胆固醇会升高 很多时候 就未必说 一定需要 立刻吃他丁药物 胆固醇高的根源 其实是甲状腺低 就是 荷尔蒙不够 甲状腺低的话 我们可以补充 甲状腺荷尔蒙 就是每天 被几粒药去吃 等那些甲状腺 升高 等新陳代謝 就是正常 你的胆固醇 自然就会改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时候 就未必需要吃他丁药物 所以 通常 如果有甲状腺低 又有胆固醇高 将甲状腺的水平 恢复正常 胆固醇 就会自然改善 无需再吃他丁药物 这个当然是一个特殊情况 大部分人都未必有这个问题 都是那句 如果你真的想了解 一般人 如果医生叫你吃他丁药物的话 他丁药物是不是真的这么毒呢? 好像某些人说 是不是吃了之后 益处很少 壞住很大 Patreon那里有段影片会讲的 未买我新书的朋友 都仍然可以在三中箱 成品天地图书那里买到 亦都可以去香港TVmall的网站订购 那如果你想支持我 继续拍这些很有用的医学影片的话 亦都可以用这条影片下面的 超过感谢功能 表达你的支持的 那记住留言 点赞 未订阅的朋友 记住按下个订阅键 按下个钟仔先走 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